还我前妻啊 我问过她了 她没有参与 你不要再借着工作的机会 去跟你前妻约会了 那倒也不是 我主要是跟她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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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你的感情生活 并不感兴趣 现在去网络监察部门报案 让他们的技术部 来解决我们的故障 同时向所有会员 发出网站临时维护的信息 最后 通知法务十分钟过来开会 我这次 一定要他们得到严重 你怎么排不去 关总 我是觉得吧 发通知解决故障 这都没问题 但是报案和起诉的事 要么您再考虑考虑 我是怕 这事情闹得越来越大 那些有意向的投资者 都跑掉怎么怕 你按照我说的去做 投资的事情 我会处理的 那好吧 我跟着 军总 小学 您上次说 Y4的粉丝们 不会放过关切牙 您果然了事如是 他们的网站 已经被Y4的粉丝们 给黑掉了 以后这种不激励的东西 不要给我砍了 自己掌握就好 好 我会继续关注他的动态 那也不用太关注 与其把精力花在别人身上 倒不如花在那四个小家伙身上 他们今天怎么样 一切如常 你跟 帅哥 我觉得你一定是你们四个当中 最讲道理的 对不对 到底要问我们什么 我不是想问你们什么 我不是想求我们 我求你别举报我 我还得靠给老奶奶打扫费声 我们赚钱还债呢 还债 你还什么债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在你面前呢 其实是全世界最悲惨的小女孩 她的妈妈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她的爸爸呢 常年在海外漂泊 所以她只能一个人孤苦伶仃地长大 她得打好几分工 才能在这个社会上明天生活下去 那突然间有一天 一个骑摩托车的老奶奶摔倒在她的面前 那这个善良的小女孩呢 就把这个老奶奶送到了医院 并且用她全部的积蓄 为这个老奶奶垫付了医药费 那本来就不赋予的她 更加负债累累了 所以你说吧 就这样一个小女孩 你忍心让她丢掉这份工作吗 那个老奶奶 不会是福水奶奶吧 她身体怎么样 就是她 不严重 但是老年人嘛 还是要在医院观察一段时间对不对 这样 等她出院了不用你说 我自己就会走 真的 别跟着我了啊 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许念已经答应我 她不举报我 她是她 我是我 行 好 那我也看出来了 你呢 就是一个爱打小报告的人 但是你仔细想一下 你打了十多年小报告 有得到什么好处吗 但是如果你不举报我 我保证你一定会得到好处 什么好处 说啥听听啊 就凭刚才一份冷掉的麻辣烫 你都吃得干干净净的 我断定 你是一个对美食非常有追求的小帅哥 那如果你不举报我 在接下来的每一天 你将吃到的有 炸鸡 啤酒 烤串 火锅 意大利面 汉堡 烤肉 你别说了 那个 我答应你 等个事 苏联 苏联 就一句话 你别过来 你听我说 就一句话 离我远着 我就跟你说一句话 怎么这么难哪 苏联 你别过来 好 我不过去 那 我在这儿 开来吧 通过刚才我追你躲这个游戏啊 我知道了 你一个身体健壮 浑身是肌肉的男孩居然是个 射口 好 那我就跟你说明白吧 如果你不举报我的话 我向你保证 我待在这儿的每一天 我都会离你远远的 但是 如果你举报了我 我被赶出这个房子 明天就会有一个新的人来接替我 你再举报 再来一个 再举报 再来一个 再举报 再来一个 黑的猴子把他宠得胖子 黑的猴子 好 好了 他每次的一个人都会在呢 我以后